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新店14张私心祠土地公庙 因为捷运工程被征收土地 然而现在有上千万元的补偿费却无法领取 原来土地所有权人登记的是福德神 相关单位告诉庙方 除非是土地公本人出面 否则就是要找到当年出资建庙者的后代 但不管是哪种方式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务 位于新店14张的私心祠土地公庙 因为捷运环状县工程被征收了土地 并安排完工后迁往其他地方安置 然而现在一千多万元的征收款 仍提存在法院没办法领出来 原来土地所有权人登记的是福德神 但要叫神下凡来领钱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94.6坪被征收的征收款 完全没有人有办法出来领 除非说福德神 我们的土地公 他自己本身可以出来领这个钱 盖章领这个钱才可以领得到这个钱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不合理的 原来我们也是希望说 政府你征收了土地公 这个94.6坪的土地之后 你将来也还一块土地 94.6坪的土地还给土地公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公道的 私心祠原先占地96坪左右 换算公告限制约1500万元 中山里里长潘文智指出 相关单位表示 如果所有权人无法出面 就必须找到当年出资建庙的后代 而从庙旁的石碑上就能看见当时83位捐献者的姓名 但要找到这些人的后代又是一项难上加难的任务 专业去代书去查查了一直查都没有没有这个消息 应该这个事情是94年的发生了 我们到现在为止已经将近十年有了 花了很多很多好几年的时间 还是没有办法解释 所以说希望希望政府 前省也不是我们有很多这个例子 但是我希望说政府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不然我永远是都选在那边也不是办法 已经有200多年历史的私心词 是14张居民重要的信仰中心 三年前因为征收问题 召集了里长等地方人士成立了管委会 大家希望能够将征收款作为往后公款使用 但无奈因为法规问题迟迟无法领取 而在经过媒体披露后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随即发出新闻稿解释 目前庙方已经向民政局申请神明会登记 只要将信徒名册补件完成 就能够由管理人或信众推派代表申领补偿费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琪 新电财务报道